打来的臭味 我是全市最最大的房东 我雷个道 完张底图我成首富了 我这一生如鳞宝饼 看到我墙上的钥匙了吗 那些都是我做出去的汤城一瓶 汤城一瓶有多贵就不用我说了 懂的人自然懂 再一看我旁边的大哥大 什么身份不用我多说了吧 还有就是这的青花词 咒结门唱的 没见过吧 我也没见过 还有啊作者 我都这么有钱了 看着小电视不得老眼昏花 你还装起毙了 不可以我们现在换上衣服 去售租金 火雷个道 什么东西 这么臭 它就是小香 叶毛都比我腿毛长了 我直接就是一个大鹅 不是我就是说小香你 能不能把你那叶毛处理一下 这味道简直是太上瘾了 除了叶毛看看其他的 这是什么 洗衣机 那里面是什么 八二年的臭袜子 这都冒黑烟了 小香啊小香 我看你一点也不香 嘿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这又谁啊 屁股上装了把重机枪是吧 还连发的 我闻闻 哎呀不错 还挺正宗 下次少吃点韭菜哈 四季 这大澡堂看起来也挺美 没受到什么攻击 不是这什么 屎都喷到天花板了 小香你还挺能啊 金刚爸爸是吧 给我气晕了 真是 限时三秒钟 给我吃完 没有没想到 这小子还挺懂浪漫 话都买上了 不过这旁边围了一圈什么 超豆腐 我奶奶的大鸡腿啊 小香你这辈子要是有女朋友 我把这套房子都送你 反正不是我的 哎呦妈呀 这什么 看着还挺香 螺蛳粉 哎呀妈呀 我的最爱 不过在家里面吃还是有点过犯了 下次叫上我 一起去的五百平方米别墅吃 那样喂散的快 妈呀 这牛在干什么 炒菜呢 熬了一锅 这绿烫 干什么呢 牛别火锅 好好好 家里面熬粪烫 我这家租你真是租便宜了 喝得何能啊 就差给家里养臭幼了 这冰箱里还藏着长绿毛的榴莲 破防了家人们 我可了家人们 现在还差一个 闻着味道 好像在这个门后面 别告诉我 这里都是巴巴 飞鱼罐头 好好好 这还不如巴巴呢 真是太重口了 藏这么多 真是太牛了 不过 这我都觉得不算什么 家人们 你们看门口的衣架 这上面 竟然有裙子 怕还有一桩皮 好好好 不会和洛洛一样 是个难通吧 牛煤 哈哈哈 哈哈哈哈